在淡水 淡水 淡水好山好水 而且這邊又有這個輕軌 好不好 輕軌 我們今天為什麼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有一個車主 他對於這個 他的車美式車機 Toyota的處理方式 他可能有一些的想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來 請這個車主來分享一下 來 陳大哥 你好 剛剛就是有跟這個 我們這個車主 這一台Artist的車主 陳大哥聊了一下 就是 最近在Artist還有ROV4 還有他的最新的世代的 這種Crossover CC賣得非常好的情況之下 拉伸了這個Toyota的車美式車機 哇 銷量大增 真的是 生意太好 好到可能生產線 這個 螺絲有一點鬆掉了 就遇到了一些狀況特別的多 我們每天都會收到 來自全台灣各地 不同的地方的這個車主 來跟我們分享說他的車子 車機遇到什麼問題 不是車子遇到問題 車子很好 就車機很奇怪 是的 車子很好 遇到奇怪的這個事情 難道這車機沒辦法處理嗎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 這個陳大哥 跟我們分享他這一台 這個Artist的一個 目前的狀況 你這個車子是什麼時候交車的 我是 18年四的 十一代半的 18年四十一代 就改版前的 改版後 就十一代半 小改款 那是三月去訂車 四月十號交車 四月十號交車 所以現在大概三年多的時間 還沒有滿 還沒有滿三年 快三年了 所以其實很新 雖然不是最新版 但是其實很新 還不到三年 快三年才跑六千多而已 才跑六千多 那你等於說 這車子其他地方都很OK 非常好 這個車機遇到了什麼問題 以你的使用情境上面 剛開始的時候 剛交車的時候 兩個月內 就 常常當機 常當機 對 而且按鍵 除了音量以外 通通不理我 除了音量以外 通通不理我 因為它的音量 我知道 音量是單獨的一個IC 其他的按鍵是CPU主控 陳大哥怎麼 怎麼有辦法講這麼多規格的東西 因為我是設計的 你本身就是做車機的 設計 開發官的人 R&D的 我是R&D主管 R&D主管 退休下來的 是的 所以等於說 你對於車美式的這一台車機 或者是 所有的車機 你應該都很熟悉 越之越來 因為我已經退休十年了 真的 不過應該基本的概念都有 今天發生這個問題 感覺不像是很複雜很難的問題 就是當機而已 當機其實以電子產品 一直以來都會有這個問題 你除了說按鍵沒有 後來呢 當機 當機 如果說你在重開機的話 不會當機的狀況之下 有很多其他的情況會發生 譬如說黑屏 黑屏 黑屏還有藍屏 還有什麼屏 有可能 對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 呃 衛星的那個 定位沒有定準 定位沒有定準 定到哪裡去了 我走這條路 他會在隔壁條路發現我的 我的車子在那邊走 好像回到90年代那種感覺 已經21世紀還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陳大哥你遇到這狀況的時候 結果你怎麼處理 你不會自己拆下來自己修吧 真的假的 你自己修 是的 我會回饋到修車廠去 但修車廠給我的答覆是說 拆下來看 我聯絡看看 這是我們公司的SOP 你們公司的SOP就是 先拆下來 然後送回原廠 對 就拆下來 可是拆下來 這是我們使用者非常大的困擾 嗯 因為一個窟窿在這邊 放了一個兩個禮拜 對 那拆下來了以後 就是放兩個禮拜 這一個空在那邊等就對了 那你在等的過程中 這車子還是正常運作 不會就只是一個 車機不能使用而 不是 因為它這裡面有串並簾 有很多 這邊按鍵的這些 中控電腦 中控電腦 它是 不會作動 沒辦法作動 所以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不能聽音樂跟喇叭 對 它沒辦法作動 那這個 倒是比較會影響到 這個行車的資訊一些問題 資訊而已 安全不會 安全不會 就是說車子本身沒有什麼問題 那 你後來就是這樣子的狀況 持續 因為你這台已經兩年多快三年了 對 持續五次交換機 持續五次交換機 所以你 今天又去換了一台 對 你買了兩年多 換了五台車 這一台是第五台 這一台是第五台 那 怎麼會這樣 那你總共在這中間浪費了這麼多時間 他們有提供什麼樣子的一個 這個 就是抱歉 或者是反饋給你 只有服務人員說 抱歉 抱歉 真的抱歉而已 因為他這個跟我講 又一杯咖啡 喝個飲料 對 那 那你覺得這樣子的一個 處理的方式 跟態度 你覺得合理嗎 我覺得對消費者來說 非常不合理 嗯 但是服務人員其實也很客氣 我們 我們要體諒他 對對對 因為他是員工 他本來公司交代他做什麼 他就必須照做 那現在就是說 這個整個處理的過程 你覺得 你也覺得以消費者來講 不合理 對 好那剛聽了這個 我們陳大哥分享他這個車子 這一台也不是車子 車子沒問題 車子非常好 然後服務人員也非常好 就是車機 這個不是只有陳大哥遇到 我們現在每天 在手 不管是手機上面接收到的 Line的這個 或者是在我們YouTube上面 下面留言的這車主 只要是講到這個Toyota車 每一個在講的就是車機 你可能不會遇到漏水漏電 那些什麼有的沒的問題 但是你一定大部分 都會遇到車機的問題 是的 那這個就是讓我覺得很納悶 難道這個車機 這已經是存在幾十年的產品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沒辦法處理 陳大哥算屬於這種 有一點這個技術背景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謝謝你 謝謝你看中我 因為我從20來歲 今年已經67歲了 從20來歲已經有40年的設計 3C的經驗了 算是3C了 去影響這些東西的經驗來看 就這台機器 應該來說 對 整合上是有問題 整合上有問題 為什麼呢 就我剛剛去裝機的時候 有跟技術人員大概交流了一下 因為我是有設計這些電子產品的經驗 所以跟他交流了一下 然後談了一下這些機器的 基本上的一些 它的設計的架構 一些基本上的架構 然後我 也跟他討論了一些 比較更高一層 更深進入裡面比較核心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跟他聊得非常愉快 他也分享跟我很多 裡面有一些 設計上的一些 他使用上的一些 因為他是使用端 他不是設計端 他使用端的一些注意點 那我提供給他我設計的一些注意點 然後我們不謀而合 所以我現在問題暫時先解決了 已經就是 基本上感覺已經找到那個方向 那個味道了 對 有一個頭緒 有一個頭緒出來 對 基本上這個頭緒就是說 它現在的車子 有非常多的聲色 包括前雷達 後雷達 還有行車紀錄器 什麼都有 那車機呢 它本身它必須要 取得這些資訊 同時處理這些資訊 取得這些資訊去處理 對 取得這些資訊去處理的時候 那你原來的信號 它一定有所謂的loading 也就是說 我現在輸出要10伏特 那你如果我加上一個loading下去的話 它現在要有8伏特 那麼這樣都會影響到 原來的架構 它電壓 信號強 雜訊 都會影響到它的判別 所以說 這個以陳大哥的這個經驗上面 看來 它就是整合了太多功能進去了 對 它的車機可能它的能力還不到那個位階 可是它整合了超多功能進去 讓它的這個車機的loading負擔太重 也不是說超多了 就是說它沒有設計到 設定到說 會加上這一些定連串連 這些信號去取出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有辦法解決嗎 這個方法解決就是必須要非常 很嚴謹的去驗證 它的信號取得的 一些所謂的主抗雜訊 這一些的東西必須要去衡 所以有可能 哈瑋爾都要重新重新 有可能 要重新設計 這個是大工程 連這樣子驗證的部分 就會要重新來了 我現在發現 它給我的資訊 就是剛剛裝機的資訊 還有我跟它談論的資訊 它的談話之間 重點就在這裡了 我也同意這一點 因為我是設計者 出身的 所以這個問題要解決 可能短的時間 不是這麼容易 那不是這樣 它一直修改氛圍 可以解決 修改氛圍也有可能可以解決 譬如說它把Label降低一點 信號Label降低一點 這些東西 但是呢 根本上來說 就是必須要 重新再去做整合 整合上的資料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這個有牽扯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其實陳大哥這台車 已經快三年了 這台車機 也就是說這台車機 已經在市面上 販售超過三年的時間了 至少我們現在 在這台車的車上 是已經三年了 這台車直到今天 好像都還在販售 它明明就知道 這個車機有問題 我有點搞不懂 這是世界最大的車廠 它的做事情的態度怎麼 即便你說它不是原廠 它是核泰是代理商 但是它是原廠的代理人 你怎麼會是讓一個 有問題的車機 在市場上流通呢 而且我相信他們的工程人員 不可能是領雞腿便當 然後就拿到的這個畢業證書 每一個一定都是經過身經百戰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這些問題 那既然知道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還可以繼續賣 在市場上販售 直到今天你進去 這個TOYOTA的展間 有可能你跟他講說 我要這個車機 他一樣跟你推車美式車機 那是這樣 是不是他們對於消費者的這種感受 不是這麼重視 明明每一個一直反饋 反饋 最後每一個還是這樣 我爸有一台ROVEL 他的車機也是車美式的 也是在買車的時候被硬塞被洗腦 所以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裝這個 但是這個業務就說 你加這個就可以跟你省多少 這個本來是多少錢的 我們現在只算你多少 對 就變成是這樣子 然後遇到問題了 沒有那個是你不會用 手機都會當機 這怎麼可以不會當機 或者是回去的時候 那你再回去試試看 像陳大哥這樣 跑了五次車場 換了五次車機的人 大有人在 太多了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車場 好好的檢討一下 你們的這個 對於after service的這一套的流程 是不是有問題 我覺得一般的大廠 一旦就發現有這個狀況 他應該馬上就下架 甚至有一些會 會召回處理 更新這個軟體或任體 甚至有問題 就拆機 然後退錢給人家 叫人家自己去外面裝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新車的銷售部分 理論上正規的車廠 應該就直接下架了 不賣 或者是找替代方案 或者有問題的型號 不要賣 都是這樣怎麼 應該是要如此 對消費者來說 應該是如此 以陳大哥以前的經驗來講 理論上 有些遇到 他要召回或退貨的時候 你們的生產線就亂了 對不對 馬上要幫他rework 或者是 做一些 這個重新設計的事情 哇 這個 礦日費是非常大的工程 我覺得Toyota 太大了 太大了 他的 基本上 就是 現場 下層的工作人員 跟上層的 脫節 所以我們才希望 這個大家 就是 這個車主 他能 我們能夠透過這種社群的力量 讓上面的人知道 他的狀況 實際狀況是這樣 不然下面的不敢往上乘爆 你知道嗎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這個 車主陳大哥 跟我們分享 他的這車子的一些 目前一些狀況 當然 車子本身是很好 因為這日本車 他的妥善率非常的高 就是這一台車美式車機 不知道為什麼 這真的是一顆 車美式壞了一鍋粥 是不是 是的 我非常地誠誠地 體驗到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這個 陳大哥跟我們分享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期待有更多這個 車美式車機的受害者 能夠站出來 跟大家分享 你的車美式遇到的狀況 然後Push 促使原廠去改善這個問題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過年快到了 大家要知道 要拿吸塵器掃地 我的手都快 斷掉了 我理想中的吸塵器 其實是要 然後吸力又強 然後又可以無限的 但是價格都不同 像這一台 這一次 我真的覺得 超值得 入手的一台吸塵器 德國藍寶的一台吸塵器 最大的一個賣點就是 超級輕 大概兩隻指頭 手指頭都可以拿起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 12國的品牌 藍寶嘛 大家買車都想要買德國車 那吸塵器 當然也可以選擇 德國的品牌 這一台呢 有15KPA的一個吸力 而且非常的輕巧好用 還有兩段式的 我們實際使用看看 這裡附上一堆灰塵粉塵 那我們直接打開這一支 吸塵器來試看看 我們先打開第一段 這裡有一些髒東西 有沒有 打過去看看 哇很強耶 那如果說是比較大的一個粉塵的飯 打開二段 噢聲音變強喔 然後角落它還可以這樣90度旋轉 所以喔 超方便對不對 而且會 拔起來了以後這個就變 配件放在旁邊 直接拿起來 裝上去 細放了喔 像這種地方 如果說需要一些 還可以把刷子打開 這個是二合一的喔 好打開以後 可以進行一些刷 哇 再接一下第三個刷頭 我覺得這是現在我們最需要的 麻煩這種地方常會有塵 那我們用這個可以怎麼用呢 來 直接打開 因為它這裡有刷毛啊 直接 欸欸欸 這樣刷的時候呢 可以把上面的粉塵跟塵盤拍上來 可以吸得很乾淨喔 哇所以喔非常好用 但是家裡都有這個沙發對不對 那沙發的部分怎麼辦呢 我們這個直接把它打開 它就變成吸沙發的吸塵器 這個沙發很容易產生塵盤 有這個刷子 可以直接貼著 它可以吸得非常乾淨 哇所以最後 大家覺得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要整理這個 你有時候有些人會過敏 這樣子粉塵喔 你會一直打噴嚏 拿不停 我們這個方便的地方就在於 它One Touch 完全不用 退灰 摧毀之力 卡卡卡 而且沒有什麼 沒有耗材 非常好用我們的德國藍寶 所以不管是要吸車子啊 吸家裡啊 做家事啊 其實都非常的簡單喔 欸我們這個德國藍寶 這一次廠商呢 有特別給三個一點這個折扣 如果說你家裡需要一隻可以 帶著走 可以吸車子 或者是 小朋友可以幫你做家事的 這種吸塵器呢 大全配一整套喔 連這個刷毛 吸沙發的 吸地毯的 然後吸地的 這一整套 還包含這個杆子 整個 2880 2880 有需要的朋友 那歡迎在 這邊 下面有連結 直接點選連結 就有優惠獎 希望如果有買的朋友呢 可以來分享你們的使用心得喔